而如今本土疫情已经趋缓了 再加上疫苗覆盖率上升 指挥中心在今天也将公布第一波的松绑措施 那么事实上呢 从中秋廉价过后呢 国内有这个四天本土零确减 这也表示呢 台湾社区的全播获得了控制 但是至少还需要观察两个星期 不过室外戴口罩有望来松绑 此外针对了八大行业 是不是能够来复业 日前呢 其实经济部也提出了相关的指引 包括说这个疫苗接种率要达到60% 另外也需要口罩隔板等等 好 现在就等专家小组来进行审议 那么指挥官陈松也说了 其实和病毒共存呢 这是一种心理建设 但是目前还是朝清零方向来防疫 不就有专家认为了 不可能百分之百清零 真的想要拿掉口罩的话 第二剂的疫苗接种率 必须要达到八到九成 而且还要来确定这疫苗 可以持续对抗病疫病毒株 场上打球民众戴上口罩近距离工房 虽然疫情加龄多日 甚至传出降级消息 但在户外想恢复正常 脱下口罩似乎还有一段路要走 找个篮球场自己在那边丢篮投篮 那这个东西应该也不用戴口罩 如果你打过两剂疫苗的话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限制慢慢放松 因为你要一下子放松所有的限制呢 大家也不习惯 专家点出两个条件可以不用戴口罩 如果是一般民众 专家建议同一空间 同一家人都打过两剂疫苗 就可以脱下口罩 但口罩戴不戴可以调整 只要跟确诊者有过接触的人 都必须实施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当然也要增加筛检次数 因为确诊者方不胜方 台湾来看 台湾其实这段时间来 陆陆续续 还是有一两个 没有来源的感染者会跑出来 专家建议如果两剂疫苗 覆盖率达八成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专家直言 以现在疫苗的到货量 根本是天方夜谭 脱不脱口罩 应该最重要的第一步 是要评估所有的危险因子 要考虑食物 不要只在冷气房里面做决策 就怕变种病毒来乱 手段还得滚动调整 基本防护口罩加筛检 都是关键 怎么拿捏松绑程度 指挥中心有待 进一步分析研究 甲江城区刘一璇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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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